我带着愉快和充满期待的 带给你们有关拉姆尼亚的回忆 虽然这些回忆似乎已经吃落了一段时间 但它们依旧存在 并在你们的心中发芽生长 直到现在 在陶罗市 我们愉快地连接起我们彼此的心 来帮助这种文明的连结 从这丰盛和神圣的感情流动的陶罗市中 传送给你我们的爱 直到我们再相逢 请继续练习真爱的艺术 而那是从爱自己开始的 希望爱能够充满你们彼此的心中 并遍及一切的生物 就如同珍贵的珠宝 以及天父天母的爱一样 我们珍惜地将你们放在我们的心中 亚当马 格拉提亚和阿兰马 记得在2009年5月 找我的回溯老师 沈宗如帮我做疗愈时 想问存在为什么 即使我是看得见 听得见的超敏感体质 能立即收到圣灵讯息 也常收到存在的奇迹与恩典 但内在的怀疑还是挥之不去 人不自觉地起判断或者控制生命 虽然以明显感觉道之流在引领着我 但我只掌控的力量还是不小 于是就想请老师从这个点帮我进入回溯 回溯之后 突然看见地球核心被切成两半 看见一个光的小孩从地心飞出来 在震动着 然后看见一个地心长老对我说 光之子 你决定肩负从地心上升至地表的世界探看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光荣使命 只是这趟你上去以后要有心理准备 你将彻底遗忘来自地心家乡的记忆 也将忘了你来自何处 以及我们是谁 当说出此话时 我眼泪不止地哭了出来 原来这就是始初的分裂 被遗弃的撕裂之痛 常常让我感到在地球上不知道要做什么 地球上任何的行业我都没太大的兴趣 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连地球上的父亲母亲与家都没有让我产生真正的归属感 与心灵平安的感觉 潜意识中我内在的小孩一直在找家 但内心中家的名名召唤到底来自何方 无论我走过了多少法门 试过无数的疗愈 拥抱 接纳 宽恕 但这孩子 仍旧隐隐作痛 他的寻找 仍无法停止 原来 是这始初的地心家乡的约定 竟是如此的深刻的 嵌止在我内心最深处的记忆里 后来 七八月 我去上海 带完花疗课程回来后 晚上睡觉时 这位地心老人开始摇醒我说 孩子 你要开始写地心讯息了 雾媚中笑着说 请他找别人吧 我现在对通灵能力早已放下 只想持续清理疗愈自己 秋迟根本心性 没想到 却爷爷也很硬 整晚不走 硬是提醒我好几次 搞得我也火大 只好说 那可以请你白天再来吗 于是爷爷也很帅地说 那好 明天中午一点 隔天 硬是在电脑前磨蹭到了两点 混不下去了 只好打开 笔电时 灵事中 就看到那爷爷出现了 他说 是来自地心拉米亚的 波龟长老 于是 就开始了 他讲一句 我打一句的历程 但特别的是 虽然我常在静心中 与圣灵的疗愈频率连接 但拉米亚的能量 是更为强烈 明显 又直接 光是在打 波龟讯息的同时 那地心能量 就源源不断地通传我全身 深刻感受到 那极强大的意识转化频率 常常在打完一篇讯息后 头脑也跟着空掉 整个身 心 四体的频率 皆感受到明显的蜕变 与扬声 后来偷偷地将波龟讯息 放在部落格上试试 没想到陆续都有朋友说 很感动 想到地心还有家人 都不禁流下了 思乡的眼泪 甚至还有朋友说 光是看着讯息 就感受到四体与脉轮被启动 扩张了 而我也在11月11日 宇宙门户大开那天 私下约了一些 看起来很像拉米尼亚人的朋友 偷偷聚会 看看当晚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 在我们九人 围城的静心之圈中 整个地心巨大水晶之城的以太体 从我们的圆圈中央 冉冉升起 跟着是大量的拉米尼亚家人涌现 这是正三反三金字塔的几何形光体 用极度喜悦 欢庆的能量 把我们团团围住 邀请我们进入伊甸园 一同进入与地心家人 重逢合一的狂欢舞蹈 也在那晚 我终于决定 接下来拉米尼亚的教导传承 开始分享他们的讯息 每回在课堂中 波龟长老出现时 当他用古语问候大家 并与学员们启动星轮应星时 那在地心草原上奔跑 相互丢光球的开心 还有他教我们如何运用光 如何遥游宇宙星际奥秘的记忆 便涌现 总让学员们想起 这位远古伟大的老师 而感动的落泪 因而进入地心光之城的疗愈圣殿 躺在圣殿的水晶床上 总是能快速协助我们清理四体的堵塞印记 大量下载神圣几何的光 协助我们快速的打开觉知 并扩展宇宙一体意识 而因2012集体意识扩大蜕变的到来 来自中央源头造物主的光子带 也已靠近地球上空了 在地心家人的教导下 我们知道如何连接光子带 并让意识显化 而领受了光子带的祝福时 更觉得宇宙像圣诞老公公 你在进入金色大门后 收到献给地球守护者的幸福蓝图 一旦收到后 小心它就要启动显化哦 想起之前我也曾跟存在祈求 若要继续跟神共同合作推恩的话 请给我一个更大的创作空间吧 没想到一个空气好 水质好 又靠近山边的国家公园 晚上还可以听见禅鸣蛙叫 以及满天心斗的暖暖心家 就出现了 而且每当我走进山里 就有好多可爱的精灵 会出来打招呼 给我很多喜悦欢笑与创作灵感 常提醒我 生命不要太认真严肃 恢复神子使出的欢乐与信任吧 课后 我也常会邀请学员们 一同来走山尽心 在旅程当中 你常会收到精灵们的净化祝福呢 拉姆尼亚 我只能说 是个注定要你幸福 一起自己是受天堂 宠爱的神之子的唤醒旅程 而当生命潜能 给我看这个国外灵媒的书稿时 惊讶 跟还在台湾的我收到的讯息能量频率竟是如此相似与同步 真是佩服宇宙在冥冥之中 早有他的计划 早有他的计划 和安排呀 现在 地心第五次元的门户已逐渐开启 大地之母的中轴 也已调平 对准 至更高次元的合一意识 而我亲爱的拉姆尼亚家人 你是否也已准备好 愿意放下小我的罪疚 清理潜藏的恐惧与抗争 治愈往昔因分裂而造成的诸多伤痕 在疗愈过后 愿意深深拥抱自己的暗影 毫无批判的接纳一切 让无条件的爱 从内心真实的发生呢 那么恭喜你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你也会得到一张 进入地心家园 领受神之子 大能祝福的天堂门票哦 最后献上来自地心 伯龟长老的祝福 我以拉姆尼亚 天上地下的人间天堂之名 愿上主的一体光芒 一体圆满意识 重现人间 阿姆 阿姆 我以拉姆尼亚之名 天上地下的人间天堂之名 愿上主的德能 与无限创造之心 永远忽悠着 迎合宇宙众生 生生不息 阿门 阿门 陶乐市是一个位居在雪士达山下地心中心的城市 在陶乐市还没发现以前 这座山的四周常有神奇的事件发生 奇云光怪 森林里的小精灵的出现 都是美好的传说 这传奇的开始是根据奥瑞丽亚女士的写作 她所有的消息都是经过媒体传音而来 假如各位不知道什么叫做媒体传音 请让我简单地解释一番 我们大部分的脑干都是活动在5%至10%的左脑部分 有些人有特别的天分 是因为他们某部分的脑干要比别人活跃 因而有艺术家 科学家 医学家等 奥瑞丽亚女士有心电感应的天分 她有时能够感觉到别人的思想和听到你心中的话语 假如你们将一些特殊的医学仪器连接到你的脑壳上 这仪器将接收到你脑部的频率 通常是晒光波 奥瑞丽亚女士有能力联系上高能的频率 那气能是从不同层界而来包围着它 利用它的言语传递出这些神奇的消息 这本书共给你关于陶乐士的历史和来源 这些消息希望能勾起你灵魂深处的回忆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 记得我们的祖先曾有高等的能力 中国有名的道家 功夫 戏功 轻功 和那些神秘的少林武术是怎么样失落的 现在虽然还有几项功夫可防御强身 大多功夫都失落了 你只能够从武侠小说上读起几项虚构的故事 这本书能够帮助你了解你的人生 和帮助你演化成仙 收回你以前所失落的能力 我希望我所翻译的讯息能够感动你们的心 因为我跟你们一样 是一个失道的老灵魂 经过每天的静坐 我现在慢慢地联系上那高度的频率 祈求收回我的能力 希望你回归的道路一帆风顺 陈飞 Aurelia Louis Jones的话语 几年前 当我住在蒙大拿时 在一个岛灵个岸中 主耶稣告诉我 说我会搬到雪士达山城那里 准备我对社会的服务 和完成我对地球的使命 几个月后 在1997年的2月 我从亚当马那里 接到了一封电邮 亚当马是陶勒士神庙的大祭司 他邀请我搬到雪士达山城去 和拉姆尼亚人民 准备完成一项最后的使命 讯息并不长 大约只有12到15行 但是非常清楚 那讯息带有爱的频率 我非常惊讶 也很兴奋 能够在这么久之后 还能再和他们联系上 从那时起 我便开始打算着搬家的计划 最终 在1998年的6月 我带着我所有的家当 和一家子小猫咪 来到了雪士达山城 在我搬到雪士达山城后的三年 但随着失望与伤心 我觉得我经过了一连串严格的考验 却还是没有从拉姆尼亚那里 接收到任何讯息 我开始认为他们是忽视我 或者我还不够好 或者他们改变了跟我合作的想法 或者我没通过他们的考验 然而在不知不觉中 我已经接收到了一系列所谓的入山仪式 并在内在层次准备着我的使命 后来 完全无法预料的 在某个下午 从一个送信者那里 我收到了一封亚当马给我的信 那信长提到 我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正是让我跟他 开始合作和进行我的使命的时候了 接着我又收到了另一段严格的仪式 有些是关于我的通灵技巧 在那个时候 我对是否开放通灵仍有犹豫 几个月前 我跟主耶稣连结 他告诉我时间已到 亚当马要把他所知的分享给这个星球上的人 而他特别选择要透过我担起这个使命 他又说亚当马是一个非凡的扬升大师 而且他从不做任何小事 他有个大计划 他打算要将他所知道的 散播到地球的每个角落 将你自己准备好 打算与亚当马 与他的能量深度会合 并推展他的计划 在那个时间点 我自觉对通灵还只是个入门者 也知道 我需要尽快克服我内在的恐惧 自我怀疑和犹豫 并严格训练我的通灵技巧 我再也没有时间坐在山上 看云的飘散 几乎是立即的 已经有人要求我给他们 我和亚当马通灵的书面资料 或是和他连结 解决私人问题 不久 我被邀请到数个公开场合 和亚当马连结 至今 我已经数次 在大小的公开场合中 与亚当马连结 在美国 加拿大 法国 瑞士 和比利时等地 这对我来说 显然只是个开始 我和拉姆尼亚的使命 已经开始显现 并进入更大的范围 好多机会 快速显现在我的面前 而我所该做的 就是抽出时间来服务 我非常开心 能够透过这些书 传递一些新的讯息 而且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讯息 不断地显现出来 每次 当我和亚当马连结 我可以感觉到 他直接在我的心中 他那持续不断的爱 在我的心中扩大 令我感到温暖和安慰 每当我感觉到 他的能量 联系在我的心中 总会让我的心唱歌 我现在知道 他是我最挚爱的 和最忠实的朋友 我完全地信任他 2002年 跟陶勒士的人民 有更多直接联络的梦想 实现了 也和其他来自 陶勒士的奇异存有 有更紧密的联系 我也和拉姆尼亚的家人 再度联系 包括我的双生零伴 阿南马 他仍保有那个 自拉姆尼亚 沉默时的身躯 当我在雪士达山城 四处散步和探索时 我的拉姆尼亚团队 他们如此称呼 似乎一直在跟随着我 他们引导着我 去看了几个 仍存在在第五空间的 圣地和神庙 我们参观了 多维度空间的入口 及通道 能量漩涡 及小仙子的居住地 以及独角兽家族 现在 仍然生存着 比这个世界高的次元里 那些内视力开放的人 就可以看见他们 他们在我看的地方 是地球表面上的人 所不曾知道的 这些会继续隐藏 到正确的频率 普遍存在在地球上 我知道 地表和地心 有更多东西可以探索 所有的一切 会逐渐地揭露出来 我的朋友们 这真的太令人兴奋了 因为 假如我们的意识 能向我们的神性敞开 放下二元对立 拥有不伤害 与合一的心境 一个新世界 就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这个新世界 一直在期待着我们 理性的觉悟 这个现实 一直都在我们的眼前 唯一遮住我们的眼光 与理解 就是那长期的幻觉 使我们与神 分离了 这个新世界 充满了奇迹 爱 惊奇 和伟大的多样性 经过了漫长的时光 我们很兴奋地 能够再次发掘 那些被我们遗弃的宝藏 拉姆尼亚人民的回归 以及在我们之中显现 就是所谓的二次回归 我们等候很久了 拉姆尼亚人 早已达成扬生的意识 而我们已经准备 接收他们到我们之中 他们会教我们 在这个地球上如何羞耻 创造一个像陶乐式的天堂 他们会协助我们 创造一个黄金时代 充满了灵性和基督的意识 神性一直都在我们的心里 存在在我们之中的基督意识 会明白地彰显在这个地球 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亚当马的欢迎词 祝福我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心中满是欢喜与兴奋 我们陶乐式人民 以爱的能量与你们所有的人 被拉姆尼亚的历史 所吸引的人们连接 我代表拉姆尼亚 在陶乐式里的十二位长老顾问 陶乐式的国王和王后 拉与拉纳姆 日纳君和日纳妮 和所有你们以前的兄弟姐妹 现在是拉姆尼亚的民族 我们欢迎你们进入 拉姆尼亚之心 慈悲之心中 我们的确是那伟大的民族的幸存者 而这可能会让地球上 许多的人感到非常的惊奇 我们在地球眼镜的这个重要时间 向你们显现 经过了一万两千年 与地表人民的隔绝 我们仍实际且健康地 生活在美国加州雪世达山下 地层的中心 我挚爱的人们 让两个文明 重新合并的时间已到 我们出版这本书的原因之一 是帮助基金会的成立 这是为了我们最后的融合做准备 那时我们长久分割的漫漫黑夜 就要终止 我们计划在不久的将来 在爱 智慧和理解中做准备 显现在你们那些准备好的人之中 自拉姆尼亚沉入海底后 我们心中渴望的是教导和帮助你们 去创造一个属于你们的天堂 如同我们在陶勒士所创造的天堂 我们已经为你们铺了道路 当你们分享这高层的灵性智慧与领悟时 你将较容易跟随我们的脚步 我们将伴随着你 跟你一起前进 当我们看到这些讯息 用数种语言出版时 深感欣慰 因为我们自觉 这知识将推广在整个地球 普及大众 在不同的国家里 许多人民已经准备好 并渴望与我们重新联系上 你们有许多人被吸引来看这本书 直到今日还有一些亲戚 住在陶勒士或现在的拉姆尼亚 这些以前的家庭成员非常爱你们 他们渴望与你再度联系 在陶勒士 有许多人曾经有家属住在地表上 他们自愿学习你们的语言 以便在两个文明融合后 能够与你们沟通 我请求你 亲爱的人们 将我们的讯息放在你的心中 并有意识地创造一道爱的桥梁 让我们两个文明能互相连接 只有从那爱的桥梁 以及彼此心与心的感应 能将我们更具体地 呈现在你的眼前 我们等着你的回应 从你的心深处来呼唤我们 我们会在你的身旁 对你地音团圆合一之歌 我们拥护你的胜利 也随时随地都在帮助你 达成你的目标和心中的愿望 我是亚当玛 你拉姆尼亚的弟兄 最后的意见 我们的心中的愿望 我们的心中的愿望 是正在你的心中的愿望